民族心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0号 农历人营年11月27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计划派官员常驻台湾 民进党当局遭批指挥填美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美国官员常驻台湾能看到什么 是网军还是黑道 教育部发布2023大陆普通高校 招收台生新政策 台生可以学策成绩报名 黄敏辉连任嘉义市长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 共拿下14个县市 深县诈领助理费争议的 准新竹市长高鸿安 找检察官当副市长挖币案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有台媒引述日本媒体报道称 美国政府与国会考虑明年秋天起 派遣官员常驻台湾 并在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工作 宣称美希望在安全保障与经济政策等方面 强化所谓与台湾合作 报道透露 美国方面11月底至12月初 已与台行政机构 立法机构相关人事协商 请看详细报道 报道称 美国将派遣政府官员至台湾地区 平均每人派驻时间最长是两年 第一年学习中文 第二年在台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工作 这项派官员驻台计划将每年实施 美计划派官员常驻台湾消息 引发岛内舆论声讨 台媒体人谢寒冰怒批 美国凭什么规定台湾的行政立法机关 要用他们的人 凭什么进驻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文章 讽刺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实为甜美 台海现在兵凶战危的根本原因 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和甜美所造成的 针对美台勾结 我外交部 国防部 国台办 曾多次坚决表示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民进党当局操弄以美谋独 必遭失败 抗中不仅不能保台 反而只会害台 只会把台湾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 美国官员常驻台湾能看到什么 是网军还是黑道 文章指出 美国考虑明年派官员常驻台湾 称此举能让官员熟悉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发展 及决策过程 我们试想 美国官员能看到哪些人参与民进党决策 至少网军和黑道这两个特殊群体肯定少不了 他们已进入民进党当局核心决策层 渗入了民进党的血液和骨骼 美国官员常驻台湾 能看到民进党庞大而结构严密的网军队伍 听到负面于情 民进党当局首先想到的不是回应民意或身自检讨 而是牵出豢养的网军队伍习惯性的甩锅大陆 说这是假消息 那是大陆的所谓认知作战与网络统战 如果有人客观的评价此事 蝗虫般的网军就蜂拥而至 给他们贴上所谓中共同路人的标签 美国官员常驻台湾 会看到一个政党 一个执政当局能和黑金政治结合的多紧密 民进党的道上朋友横贯南北 台北有黑道出身的中常委黄成国 台南有在农地道炉扎发财的中指委郭宰清 民进党以前喜欢自诩绿油油 但现在常被人批评黑曲曲 美国官员会发现在台湾黑道惹不起 有民进党党政的黑道更加惹不起 会发现多少黑社会组织 仗着民进党一党独大 打着绿色旗帜 为所欲为鱼肉相礼 教育部12月16号发布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 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 学科能力测试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办法 允许台湾高中毕业生 以台湾学科能力测试 也就是台湾的大学升学考试成绩 报名就读大陆高校 请看详细报道 办法指出 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 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且当年学测成绩 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 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的 台湾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3年3月1号至31号 办法还指出 台湾学生填报大陆高校志愿 采取平行志愿方式 每名台湾考生可填报六所学校 每校可填六个科系 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大陆高校将根据台湾考生的学测成绩 并参考其中学期间学习经历 社会实践等情况 按照招生简章则优录取 上述办法发布后 在岛内引发关注 台湾中时新闻网17号报道称 台湾生学咨询平台大学问网站 执行长魏家慧表示 大陆高校招收台湾高中生的方式 再贴近台湾自己的招生方式 比如从过去疑虑要求 第二关采取实体面试 到现在开放在线面试与书面审查 以及减少学策录取科目等要求 让台生报读大陆大学更为便利 一名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表示 他知道大陆学生能考进这些顶尖大学 非常不容易 几乎都是各地状元 才有机会进入名校 如今台湾学生有了到大陆就读的渠道 报名方式也很便利 因此非常吸引台湾高中毕业生 近年来 大陆高校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主动选择来大陆求学 大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全面发展 前景持续看好 也为台湾学子带来难得发展机遇 数据显示 近年台湾学生来大陆求学人数总体保持稳定 目前在大陆高校就读台湾学生约有1.2万人 来关注岛内新闻 12月18号 因故推迟的嘉义市长选举进行投票 结果中国国民党籍市长黄敏慧得到59,874票 以27084票的巨大优势 击败民进党候选人李俊逸顺利连任 黄敏慧再下一程后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总共拿下14个县市执政权 大幅领先民进党的五席 请看详细报道 黄敏慧18号下午在支持者粗拥下发表圣选感言 称这就是一场基层拼高层的选举 大家用基层团结的力量向高层反映心声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感谢嘉义市民出门投票力挺黄敏慧 国民党不会有一丝自满或任何一丝高兴 仍会持续努力另外两场民代补选 包括明年1月8号的台北市民代补选以及接下来的南投县民代补选 黄敏慧再度连任嘉义市长后 不仅是第四度担任嘉义市长 更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在同一县市任职时间最长的民选首长 据了解嘉义市自1982年改制后共有11届市长 其中黄敏慧担任第七第八第十以及刚当选的第11届市长 中国时报19号称 嘉义市政治板块绿略大于蓝 黄敏慧打政绩牌长期勤更基层获得肯定 而且国民党此次展现团结 全党护议人 相比之下民进党的李俊逸选前五个多月才被征召参选 被质疑不接地气 加上绿营地方分裂 11月底九合一选举惨败等因素导致李俊逸在嘉义市惨败 针对再次败选 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对选举结果表示尊重 称民进党会持续检讨反省 但民进党民代何欣纯在脸书上质疑 没有大破大立就没有大开大合 我们的检讨到底是什么 自身媒体人赵少康19号称 选民觉得给民进党的教训还不够 苏贞昌还在那里 民进党真的有检讨吗 他批评民进党所谓检讨都是打擦边球虚晃一招 推估台北民代补选 选民还是会继续教训民进党 19号上午 民众党新竹市长当选人高宏安公布第一批市政团队人士名单 其中副市长有检察官蔡立清出任 引发外界热议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尚未就任的高宏安 目前因诈领助理费正义被检调机构大动作调查 审讯后以新台币60万元交保 19号高宏安反手围攻 宣布由检察官蔡立清党副手 被外界认为要用专业人士查币抓贪污 有媒体分析指出 不止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紧张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恐怕也会坐立难安 因为新竹市政府近年发包的重大公共工程 经费常常三级跳 其中民众最关注的新竹棒球场案 更是高宏安允诺当选就彻查的主要证件 高宏安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新竹棒球场花了高额预算 但却盖出这样的质量 究竟有什么缺失 包括球迷朋友 市民都有疑问 上任后会立即了解整个工程发包 质量的地方有何缺失 一定要用真相向市民交代 外界认为高宏安此举有多重考虑 一是过去八年 民进党林志坚在新竹当市长 建立特殊小王国 只要真正去查 一定会有所斩获 二是高宏安如果被提起公诉 可能由副市长代理市长职务 蔡立清极可能在一年多后代理新竹市长 意味着对抗民进党的火力不会熄灭 高宏安此举也得到网友大力支持 有网络民调显示 94%民众表示赞成 由蔡立清检察官当新竹市副市长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越南 unique Boosted 攻击关注区留言互动 评论区留言互动